有同學問到一個問題,又是把這個已經用得很熟練了 但是好像有遇到一個衍生性的問題 之前有跟各位講過,第一個問題就是類似像什麼 寄太快,可以把它放慢 第二個好像還有什麼 還有很多,attachment 就是附加檔裡面的一些變化 比如說你要A寄A的檔 B寄B的檔,C寄C的檔 當然可以啊 但你就是要把那個規則,自己要先把它run出來 也許你可以在不同的檔案 那個檔名是由哪個地方決定的 你可能要有那個規則,或者是一個欄位 那個欄位名稱的話就是那個檔案名稱 這樣的話也許你會有ABC C欄的話就是檔案名稱 每一個人寄給不同的檔案,attachment 這樣不是很方便嗎 對不對 這樣以後最好能夠自動去寄 這樣就是最好的 所以這邊的話 我們第一個,如何讓他自己不斷不斷去寄 所以這邊的話,我在給各位的檔案裡面 有寫了一個叫Email個別 剛剛是單一個,就是寄給一個人 現在個別的話就是我把forI等於2到6 這5個人 那可是問題呢,我要去寄的話 那會有個問題就是,剛剛這段程式是 我2的部分是去抓什麼 抓的是這個Email信箱 這個C6 那如果說我希望一直跑 它有幾個方法 要不就是你把這個地方外面包一個回圈 那去變動這個to 另外一個方法是 乾脆把它寫成共用的 也就是說呢,把這一段程式碼 複製貼到底下 做什麼事呢? 我是把名稱改為共用 那所謂的共用,特別說 這個有一個共用方法的概念 其實就是共用程序 那所謂的共用是什麼呢? 你可以在那個sub後面的括弧 有沒有發現 我們以前括弧裡面呢 只有方選才會放引述 可是其實sub能不能放引述 也可以 所以喔 以後如果你想 假設這個sub要重複的被利用的時候 那你可以在這個地方 那比如說我把它複製貼上 貼什麼呢? 貼Email信箱 比如說我這邊有個引述 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要呼叫我的時候 那用call就可以 call 用outlook 郵寄底線 共用 那後面傳什麼呢? 傳一個Email信箱給我 那我就會收到之後呢 並且喔 在這個to的地方 本來是去抓某個Email信箱 那我就把這個引述丟過來 達到什麼呢? 達到這個程序共用的目的喔 OK,這個也還蠻重要 因為以後喔 如果你要寫比較複雜的程式 一定會遇到這種問題 傳遞引述喔 不是只有function喔 sub也可以 但是呢 問題是 如果你建了一個有引述的sub的話 那你就不能單獨執行 也就是你就不能說 直接從這邊去執行它 為什麼? 因為它會跳出這個畫面 因為它找不到一個引述 它只有被動的 被呼叫的時候 那怎麼被呼叫呢? 我們的程式喔 一定會前面加個call call 用outlook有沒有 郵寄 共用 就是指的是這一個 那後面你就傳一個什麼呢? 你要傳什麼東西給它 那因為我跑一個回圈嘛 比如for i 等於2到6 那我把B欄的資料 這個範圍有沒有 一個一個的抓過來 一個一個呼叫 所以基本上喔 我會怎麼 就是把這個範圍的資料 丟到這邊來 那意思是說 它會先寄給這個人 寄完之後換下一個 一直到最後一個 OK應該可以理解這個邏輯啦 那這個是屬於 共用程序的寫法 以後的話 我想 只要說 你會 有可能會被 不斷的呼叫的時候 那記得寫成共用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這個地方 按F8好了 for i 等於2到6 call 如果call它會怎麼跑 它會把現在的這個 email信箱 傳遞到哪裡呢? 傳遞到 這個sub 傳過來了 那這個時候會有引述喔 傳給這個引述 然後呢 一樣執行裡面的東西 一樣去 把那個outlook在背後執行 一樣開一個新的郵件 但是最大不一樣就在這一行 就是 to的部分喔 是來自於一個引述 所以寄給這個人 其他都一樣 OK 然後這邊的話呢 send出去了 &sub又跳回來 所以它又回來這邊 然後意思說換下一個 換下一個呢 這個時候 也已經收到了 然後馬上又跳出來 然後再來的話第三個 OK 然後一樣啊 就是寄給下一個 不過這一封信可能會寄不到 因為這些裡面的email 信箱都是假的 可能會被退信喔 好吧 好吧 我們只demo 全部跑完 這時候呢 全部都send出去了 五個人就會收到了 OK 但是會有個問題啊 我怕等一下練習太多喔 如果清雨的信箱會不會被那個 被那個idea 會一直跳有沒有 在那個 右下角這邊一直出現 他說失敗 找不到這個人 不過呢 它因為跑太快 所以如果你希望它跑慢一點喔 程式裡面喔 加一個東西 什麼東西呢 請你在哪個地方呢 在 寄出去的下一行 一般就在NAS的上一行 加一個叫application 這個可能額外的 application喔 我是教各位喔 如果讓程式跑慢一點 打一個application有沒有 點 點下去它會有清單啦 只要application裡面能做的所有事情 都在這個清單裡面 然後呢點waiter 打一個w就出來了 waiter 可是問題是你 waiter後面呢 大家告訴他說要等多久 會有個time time的話 記得就是要給它一個 時間的那個資料形態喔 你不能說我給它一個5 5是數字喔 你必須要給它時間 那如果你不會沒關係 教各位一個方法 剛剛講過f1 在waiter上面按一個f1 f1意思就是說喔 我不知道怎麼寫 那可不可以告訴我一下呢 你可以用call help f1就是call help 裡面的話你可以發現喔 它這邊就有一個 waiter這個是一個時間 那另外的話呢 有一個 底下有一個範例 就是讓時間停留10秒鐘 那其實你可以怎麼做呢 可以把這個層 這邊有總共1 2 3 4 5行有沒有 其實直接把它複製就可以了 好 不過好像應該不用那麼麻煩 我發現 這5行喔 底下這邊有一行的寫法 叫什麼呢 叫 now 加上time value 有沒有 10分秒 所以其實喔 如果你要讓它停10秒 最簡單的應該是這一行 上面這種寫法 是 停10秒 可是要寫5行 下面這種寫法有沒有 now加上time value 10分秒 這個只有一行 所以請你把這一行複製 貼到哪裡呢 貼到waiter後面就可以了 所以其實 基本上 它這邊有刮5 乾脆把刮5順便複製 now 這個 加上時間 等於停10秒 這個複製 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一個 我們的程式後面 這個就是停10秒 不停10秒會不會太久 好 試一下 停5秒就好 5秒 改一下 好 有沒有 now 現在的時間加上time value time value指的是 時間的值 你一定要用time value 你不能給它一個5 5的話是數字 那time value指的是時間的格式 你一定要用時間的格式 它能接受 那我們把它跑一下 基本上 如果再記一下 基本上我這邊 讓它run一下 那我把它執行一下 停10秒鐘喔 ok 5秒鐘喔 然後按F8 它一樣去記 那這邊一樣去記一封信 send出去了 然後再來什麼 time application waiter這一行 那你會發現喔 這個時候有點 它停在那邊不會動 5秒鐘之後呢 它才會繼續往下跑 ok 所以這邊的話 這邊你可以利用什麼 now加上time value 然後呢 10分秒 如果像這個你不會寫的話 有個簡單的方法 直接在wait上面呢 按一個F1 它就會有一個說明檔 你可以call這個 它裡面的那個範例來改就可以了 ok 那就會 5秒鐘之後 啊 時間它是10秒 我把它改5秒 那就換下一個 這樣的話呢 可以讓程式 跑慢一點 這個還蠻重要 因為有些 有的時候程式跑太快 反而會造成麻煩 像有的時候 哪些地方 像抓網路資料也是一樣 有的時候我會讓程式 再跑慢5秒鐘再去抓 為什麼 因為有的時候 那個網頁它 即便跑完了 但是還不確定全部資料是不是下來 所以有的時候 你直接去抓 可能會lose掉一些東西 像我抓網路資料 我也會讓它停5秒鐘 5秒鐘之後再去抓 然後呢 這樣的話呢 去抓我指定的那些網頁呢 抓回來成功的機率 再給大家提高 有的時候你直接抓 奇怪了 怎麼lose掉一些東西 因為我沒有讓它停下來 所以這東西的話 順便講一下有關那個 application.wait的方法 還有剛剛有提過 像每天的什麼時間去記的話 其實你也可以用什麼 application. application. 點裡面有個on time on time的方法 這個如果有興趣的同學 自己在查查 就是我剛剛講的 如果你不會寫 你可以參考上面f1 on time 這個還蠻好用的 on time ok 其他有什麼on repeat on repeat 就是一段時間在repeat 所以類似的概念 那請各位試一下這部分 wait等5秒鐘 那這樣的話基本上 我覺得比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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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